十二星座 现在我们的主流 所谓潮流 星座、占星、塔罗什么的 尤其在大城市 反而比咱们这个玄学 要实行 到底什么才是十二星座 我们 西方的这个 所谓黄道十二宫 也就是说这个十二星座 就是以我们地球 地平面 然后日 周氏运动 就我们肉眼所见 这个 太阳是通生西路 这个轨迹 落到我们这个肉眼的区域 给这个分成了十二等分 那上面六个呢 是 阳 看得见的 然后背后呢 相对的就是那些阴的 那这个就是说 所谓的黄道 它并不是真正的黄道 因为真正地球公转 围维绕太阳 我们是看不到的 我们在地球上 得看到的这个黄道 而这个黄道呢 它是我们这个 这个占星里面啊 是最准确的 而实际 而实际意义上 那个黄道 对我们那个本体 并没有用 因为我们万物一太极 以这个 为点 对我们产生的能量 才是有用的 那 这个黄道十二宫呢 在这个西方 就是太阳星座 而月亮 它的这个轨迹 又是另一个轨道 比如说是这样 那 这个就是月亮星座 这个黄道之外 还有很多星星 全天 是 分为了八十八星座 早在开普勒的时候啊 已经画出来四十八个 托勒密 那个时候 那 我们在北半球 能看到的 一定 看得不全 有的是在南半球看到 但是北半球的星星 比较多 南半星呢 这个海洋比较多 所以这个天空 对应的星星也比较少 很奇怪 这就是所谓天人感应 那真正的呢 这个 我们看到的还是比较多 因为这个 我们 肉眼 这个地球 它是这个 偏斜的 所以说它转了一圈之后啊 我们一年 我们一年 能看到的星星 还是大部分的 这个角度 乘以二 这些星星 我们全都是能看到的 那这个 真正的 星座啊 现在西方 这个 这个 所谓这个天文学 上 这个 看到真正的 黄道带 穿过的星星 又变成了 加上一个蛇幅座 后来呢 这个 因为太阳 它本身 它是有 大小的 所以这个 经过的地带呢 又 又经过了一个 鲸鱼座 所以后来干脆 变成了 十三星座 又十四星座 那相对于这个 十三十四呢 它有个对公 那 占星意义上 就把它 又分成了 十五十六 因为它又分成 个子五盟友 和孟中记 就是 三等分 那这样下来 为了 整体的平衡 最后 也变成了 二十四星座 那真正 二十四星座呢 就跟我们的 二十四解气 是完全对应的 比如说这个 三月清明古语 而它对应的 星座就是天秤座 这个才是具体 真正的 星座的日期 以及几分几秒 每一年是不一样的 而我们传统所说的 那具体几号 到几号 实际上是不准的 这个才是对的 下几课 我们说中国的星座 进一步再解释